统一公开抽出 现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滑手机已经成为全民运动 台中市一家科技公司 针对手机消费金融市场 开发出一款叫做滑把APP的软体 只要下载APP之后 就可以免费看新闻、广告、直播 还可以赚点数 用来拨打电话、购买商品 就是这样因为好处多多 才两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有超过一百万人下载 那滑把的目的呢 是从庶民经济座出发 然后达到全民有钱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滑把这个APP里面 滑出小确信天天送礼物 也可以滑出你的零用钱 甚至可以滑出你的养家钱 这家科技业者 还跟很多实体店面合作 透过网路曝光 导入消费人潮 2019年4月24号上午 滑把APP科技公司就在台中市南屯区多喜田 丰费方举办抽奖 送三明治卷蛋糕的活动 吸引上百名网路会员到现场消费 号召力相当惊人 因为多喜田的面包CP值高 在台中地区的风品不错 一大早就有很多民众来排队滑手机 希望免费吃到面包 如果现场消费还可以参加黄金抽奖 华把APP表示 希望打通全方位营销通路 再创台湾消费经济的繁荣富足 记者陈文旭 肖有金台中报导